Amen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 神的恩典满满的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今天晚上 在这样子三月的受难复活的月份当中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 邀请大家我们先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们用祷告 用赞美来开启 这样子受难复活的月份 让我们在这个月份当中 我们都不住的向神你来歌唱 我们都不住的向神你来高歌 向神你大大的来赞美 向神你来大大的呼求 让我们不断歌唱神你的爱直到永远 让我们不断的大大的来赞美你 主要你说大大的呼求就比大大的充满 邀请大家我们在今天 我们先开口来为着自己祷告 让我们在这个礼拜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重担 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有什么样忧虑的事情 我们在此时此刻 我们跟主说 主啊 我交托给祢 求祢带领我们 好不好 有请大家 我们先开口来为着自己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是的 主啊 你说地有其中所充满的世界万物 要归给祢荣耀的耶和华 主啊 让我们全心全人 我们都全然仰望交托在祢的面前 求祢的灵大大的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 我们一起领受神祢的恩典 我们一起全然地把我们自己交托 献上在祢面前 让我们不管在这个礼拜 面对到什么样的挑战跟困难 我们就是跟主说 主啊 求祢带领我 主啊 求祢来带领我 因为神 祢是那位信实的神 当我们大声地说 哈利路亚 当我们大声赞美祢的时候 神我知道祢必定来垂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祢是那位信实爱我们的天父 谢谢耶稣 祢与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 我们怎样同心合一地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高过一切高山深爱 你爱的江河流向我 请我敬拜我的心门楼 请我敬拜我的心门楼 一起这来敬拜我们的神 在这里就我珍惜了 每一天我高举双手 我要不提歌唱 以你爱领导我 耶稣 高过一切高山深爱 你爱的江河流向我 请我敬拜我的心门楼 一直这来敬拜我们的神 在这里就我珍惜了 每一天我高举双手 我要不听歌唱 以你爱领导我 耶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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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把这首诗歌当成我们的赞美 当成我们的祷告向神说 主要我要歌唱你的爱 知道永远远 Amen 一起来唱 高过一切高山深爱 高过一切高山深爱 你爱的江河流向我 请我敬拜我的心门楼 让你一直这来释放我 在这里就我珍惜了 每一天我高举双手 我要不听歌唱你爱领导我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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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说 高过一切高山深爱 你爱的江河流向我 请我敬拜我的心门楼 一直这来释放我 在神秘中我珍惜了 每一天我高举双手 我要不听歌唱你爱领导我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3种了 我响哹响你爱到永远 ろう 我们响响你爱到永远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我好想要跳舞 别人看位很稀奇 但当世界看见这光 他们必唤醒 跳舞像我们一样 我好想要跳舞 别人看位很稀奇 但当世界看见这光 他们必唤醒 跳舞像我们一样 我好想要跳舞 别人看位很稀奇 但当世界看见这光 他们必唤醒 跳舞像我们一样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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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要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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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我歌唱祢爱 带着宣传说我要 我要歌唱祢爱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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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哈利路亚 这样一些荣耀完全对给你 祢是那位佩德在美的天父 Amen 圣上圣名给最爱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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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上圣 helicopter好想我 圣上圣大概的色域 圣上圣妈 heure Alf 圣上圣沟 圣上圣平 圣顿 ay 圣上圣佛 圣 references 飞起释迦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我的生命 写给你 飞起释迦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耶稣我爱你 你如何为我生命 给最爱的耶稣 完全胜负 完全胜负 命的恩典 是我的一世风格 你的寻找 没有怀疑 写上生命 给最爱的耶稣 完全胜负 完全胜负 命的恩典 是我的一世风格 你的寻找 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献给你 被骑士甲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舍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我的生命献给你 被骑士甲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愿你的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你如何为我舍命 你如何为我舍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哦 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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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你的梦想 带下你 带下你 过渡如在天上 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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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你的梦想 带下你 我独入在天上 赐给我奔跑不全的力量 如影展翅上腾翱翔 赐给我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 带下你我独入在天上 赐给我奔跑不全的力量 如影展翅上腾翱翔 我的生命献给你 背起释迦跟随你 远离你的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你跟随你 我的生命献给你 背起释迦跟随你 背起释迦跟随你 远离你的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耶稣我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献给你 背起释迦跟随你 背起释迦跟随你 远离你的荣耀 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快跟随你 将自己献上当作过去 作主圣结归中的器皿 你奉复恩回避充足交换我 使我挖起灵充满莫大能力 将自己献上当作过去 作主圣结归中的器皿 你奉复恩回避充足交换我 使我挖起灵充满莫大能力 高据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声音握住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高据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声音握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将自己献上当作过去 作主圣结归中的器皿 你奉复恩回避充足交换我 使我挖起灵充满莫大能力 高据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声音握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高据双手赞美你我主 高据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声音握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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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高据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声音 一声音 一声音握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要请大家 要请大家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开口来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 我们开口来为着我们自己来守望 求神的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 求神的灵大大的祝福触摸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在这个月份受难复活的月份当中 我们每天要不断地向神来仰望 我们每天要不断地向神来高举 因为神你是那位习在精在勇在全能的神 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Hallelujah Hallelujah Shigalala Sig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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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Sig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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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来祷告 为着我们的星期发光 一二三这样家祭坛的意向来祷告 让我们有一千个家祭坛 两千四百人三百个家教会 在我们教会当中设立 在我们教会当中聚集 让我们教会是一个元气满满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神经歧视不断的教会 求神的灵大大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好不好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我们一起开口来为着我们这样 星期发光一二三的意向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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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的教会有一千个家祭坛 两千四百人兴起在我们当中 并且要设立三百个家教会 三百个家教会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福音 福音不断不断接过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不断不断领受神恩高 神经歧视不断发生的教会 哈利路亚 我们将我们的教会 仰望在祢的面前 求祢来悦纳 哈利路亚 使得福啊 求祢来垂听我们的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使得福啊 我们也开口 持续的开口 来为着我们这样接下来 在三月份当中 不管是我们受难音乐会的 这样的玉妹 或者是复和节 整天主日当中的活动来祷告 求神大大的祝福 我们所有在筹备的同工 也祝福在我们所有 预备的牧者传道 以及所有的福事同工当中 让我们在预备的过程当中 我们充满祢的欢喜快乐 我们充满祢的恩典 我们充满祢的能力 好不好 请大家我们开口来祷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 这样子的仇备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领受神祢的恩典 领受主祢的平安 领受神祢的喜乐 让我们要不断不断的高举祢 不断不断歌唱神祢的名 哈利路亚 祢是那位 息在而静在 永在全能的父 哈利路亚 阿辙 主要我们将我们自己 全然的交托 仰望在祢的面前 求祢来悦纳 主要我知道 当我们向祢祷告 向祢呼求的时候 祢必定来垂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祢是那位 信使爱我们的天父 主要求祢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 不只是祝福在我们当中 更是要祝福我们的家 我和我全家必定要来侍奉耶和华 我和我全家必定全家 全族都要来侍奉耶和华 因为再人不能再神 祢凡事都能 主要我知道或许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当中都有不一样的挑战 都有不一样的困难 但是神我知道 当我们全心交托仰望在祢面前 领受祢呼召的时候 这些再人不能再神 祢凡事都能 因为主要祢是那帮助我们神 祢是那爱我们的天父 大大的赐福在我们当中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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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帮助我们 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 也祝福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每天神迹奇事不断发生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每天充满恩典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所有的弟兄姐妹 不只是在教会当中兴起发光 更是在各式各样的产业当中 因的祷告祈求和感谢 那加给我力量的使我们凡事都得胜 我们在各式各样的产业当中 我们都要兴起发光 为着神祢来做光 为着神祢来作严 为着神传扬那美好的见证 使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蒙福 哈利路亚 使得主啊大大的祝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我们将以上所有的敬拜 所有的祷告全然交托 我仰望在祢面前 求祢悦纳 谢谢祢让我们众家人朋友们 不管是用现场 线上聚集的方式 我们都在神祢的面前来领受 神祢的恩典 让我们在今天晚上 我们不只是 我们不只是在主日聚会当中 被充电 被恢复 我们更是因着 牧者传讲的信息 牧者传讲的话语 让我们更多的被喂养 也让我们更多的领受神祢的恩典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将一切敬拜祷告完全归给祢 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 Amen 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如此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祢的 直到永远 Amen 将一些荣耀完全归给我们的神 Hallelujah Hallelujah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来的平安 感谢主 我们在这种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 还能够来敬拜神 的确是一种恩典 OK 我大概下个礼拜要交 跟各位分享一下 怎么样带祷告 你怎么祷告 我在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谈过 就是说 不同的 不同层次的人 要用不同的读经的方法 你不要以为一种读经的方法 可以帮助很多人 一个老师 老牧师的读经的方法 跟一个刚刚信主的人的方法 读经是怎样 完全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一般的基督徒的读经的方法 跟一个 真的是在遵求属灵生命的人 读经的方法 也是不一样的 Amen 一个更可怕的一件事 是所有读经的人 都有一个迷失 这个迷失是你读完经之后 你会被圣监捆绑 如果神的话 没有让你得到自由 你最好不要读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今天很多基督徒 很恐怖的另外一点是 他读经是为了别人的需要读 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读 其实读经是为了自己来读 每一次你读经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有一些 神的亮光在你里面 这个亮光是要照亮你的黑暗 怎么样建造你的这种圣洁 属灵的生命 这才是一个正道 没有一个基督徒 信主的时候就是一个圣徒 所以他怎么成圣 其实除了赞美之外 除了祷告之外 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读经 在读经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到人的生命会成长 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各位讲说 一个刚刚来教会的人 你开始要帮助他读经 我再说一次 一个来到教会的人 帮助他建造祭坛 要开始读经 你不能为他施洗之后 就把他放弃了 就把他放弃了 你生基督徒了 哈利亚 感谢赞美祖 这个礼拜要二礼拜 我跟他说温戏 温戏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其实受洗之后 不一定跟神是有关系的 你真的要怎么样去养他 这个才重要 生的孩子 生的孩子现在很困难 现在子妹要生 我真的知道很多人 都生不了孩子 你知道吗 基督教会也越来越少 你知道吗 台湾的教会一直在 人数在减少 然后一般宗教的信徒 越来越增加 在2020年的时候 台湾的庙尾增加了200多间 教会减少了100多间 这是不是一个恐怖的事物 你看看 教会是不是越来越少 但是教会的概念 我们说信的主是全能的神 所有都是偶像 怎么会教会越来越少 然后庙尾越来越多 这个思考这个问题 而且基督徒都常常是 他们是礼拜天 来敬拜已经都很厉害了 礼拜天来敬拜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你会发现 他们奉献更是更厉害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我觉得今天传道人 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你会读经吗 不是只有爱他 我发现一个问题 很多人来到教会 我都很爱他 爱到是被你爱死了 被你爱死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没有帮助 其实基督徒你要养他的时候 应该用神的话养他 用灵养他 所以耶稣说 我的话就是灵 就是什么 就是生命 就是灵 就是生命 那么 所以我上个礼拜 跟各位说 你遇到一个刚来的人 要帮助他读经的时候 不要把这篇书怎样 这样丢给他 叫他读经 我们每次受洗的时候 就把圣经丢给他 读经 对不对 结婚的时候 也送他一本圣经 OK 我们林欣宜 我们叫林欣宜 他读长荣中学 毕业的时候 是前校第一名 得到四场奖 也是一本圣经 结果那本圣经 在我手中 所以 我问你讲一下 以祥你平常读经吗 你很乖 笑你一定有读经吗 我听到时候 心中的欢喜快乐 有一次我跟东牧师 带领一个牧师的祷告会 就是祭祀祷告会 那天晚上 大概有三十几个牧师 跟师母 我就问这些牧师说 你们有读经吗 有个师母就在中间说 我们牧师是不读经的 有没有恐怖 他说那已经半年 没有《梦圣经》了 可以讲到 牧师不读经 也是可以讲到的 你知道吗 那么我现在再重复一次 其实每个基督徒 你如果在做 为了狡较的家长 你必须拥有一本书 叫做 《分类经文绘片》 分类经文绘片 这本书有什么好处 这本书的主人的名字 我让你给各位听一下 叫做吴品芳 你问我说 我的到哪里去了 我的送给人 我就送给人 那天 前不久 我需要这本书 就像品芳借过来 那么这本书呢 你看看 它就告诉你 就告诉你 几个例子 你家怎么做捷径的 怎么家做捷径 你怎么去探访 当你要住院的时候 用什么圣经节 遭遇苦难的时候 用什么圣经节 疾病痛苦的时候 用什么圣经节 老人你怎么去安慰他 他忧郁的时候 他有罪过 惧怕的时候 孤单的时候 恐惧的时候 冷淡退后的时候 贫穷的时候 你怎么去帮助他 你看 这本有没有很厉害 我告诉各位 这本书如果送给一个 刚刚姓主人 有没有很重要 还是送这本书 一打开创世纪 然后一打开新页 就是马太福音 所以我 我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基督受洗的时候 到底要给他 给他什么礼物 给他什么礼物 这是 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还有你带一个人信主 很喜乐 我最近看到 围仓 洗了很多人 你知道 到处洗 我说他是不是被他洗片 他真的是很厉害 他福音性真的很强 我看到这个弟兄 真的是一个战斗心 飞强的弟兄 但问题的点是 是这些人受洗之后 我们怎么样喂他 怎么喂他 你知道吗 OK 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说 当一个人来到 刚刚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必须要用简单的话语 跟他说 就像我们在养小孩 有没有 养小孩 刚刚出生的时候 只能吃什么 吃奶 几天之后 才可以吃一些稀饭 粥 吃水果 你们都比我更知道 几个月 四个月以后 才可以吃什么 四个月才可以 才可以吃副食品 那么一个基督徒 刚刚诞生的时候 是应该吃什么 吃奶 可是你就把这个什么 这么大本的一本食物 就叫它吞下去 它会怎样 你都现在比我更聪明 所以我在想说 教会为什么 很多那么多 很多人已经永进教会 可是到底教会 有多少人建造 那种生命在他的里面 但很多人被爱 他也喜欢教会 对不对 我也看过 我们加拿大的教会 有一个老弟兄老姊妹 他的女儿住在西雅图 他自己本身 女儿住在温哥华 他住在西雅图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都没有人可以讲话 只有他们夫妇在一起 礼拜六他可以上教会 很快乐可以上教会 因为教会需要有扫定 他们就会扫定 他们没有信主 然后呢 礼拜天可以去到教 泡咖啡给大家喝 结果他们也怎样 很喜欢得到教会 洗礼的时候 他们洗礼了 你知道吗 可是有没有办法喂他们 缺乏味 我告诉各位 真的 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食物 比几个例子来说 你要让我吃最好的食物是什么 你想我想要吃什么 不对 猜错了 滚肉饭 很简单的 一碗后再解决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但是不能 所以每个人要知道 怎么去养这个孩子 所以我 上个礼拜 我也曾经跟各位说 像这样一本书改变人生的四十个经济 有没有很重要 来 比如说呢 比如说 我读给各位听一下 几个例子来说 他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人要是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有没有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比如说这么一句话 我告诉你 他听不懂 你哪启他 耶稣曾经告诉他 蛮毒说 你们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我告诉各位 问你一下 你信主这么久 你知道这句话在说什么吗 有没有很难 所以我们在给人的时候 包括这种经济要给人的时候 我们在用 我们都自己要去思考怎么用 怎么去帮助一个人 对不对 再几个例子 玩劳苦丹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在书里面得到安息 来 这句话 有没有听懂 可是你怎么样的教他 怎么样的把重担交给神 你要不要通过一句话 一直跟他说 你跟我一起练 玩劳苦丹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书里面得到安息 跟我练一次看 来一下来 玩劳苦丹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书里面得到安息 再跟我练一次 你一句一句跟我读看看 你不要急 我是劳苦丹重担的 我可以到耶稣的面前来 耶稣就使我得到安息 我是劳苦丹重担的 我信靠耶稣 我到耶稣的面前来 耶稣会让我得到安息 耶稣替我担当重担 我到他面前来 我信靠他 他就使我得到安息 你这样读了以后 你会不会更清晰 你要不要叫他这样读话 所以我一直说 当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你怎么样的得到启示去帮助他 而且怎么样把神的话语 硬化在他的生命里面 这种incarnative word 这种硬化 你慢慢去帮助他 用简单的话语去帮助他 让他的生命 有神的话 成韵在他的里面 所以启示有没有很重要 然后硬化有没有很重要 硬化之后会成为他的生命 然后要把话语活出来 有没有很痛苦 其实每一句话 要从知道硬化在里面 直到要把它活出来 有没有很痛苦 真的是很痛苦 我很多人读到 我们练主导文练看看 我们在天上的父 再来呢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再来 来 愿你的天国降临 有没有很抽象 有没有很抽象 你看看 我们在教一个祷告文的时候 比如说耶稣这么样讲的时候 愿天国降临 怎么降临 你看 你要不要跟他 跟他解释一下 再来 愿你的国降临再来呢 如同行在天 有没有很困难 有没有很困难 遵行神的旨意 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有没有很难 我来 你再来听听听 我们的日要礼食 今日 是给我们 这都是我们喜欢的 这我们听得懂 你再来 免得我们的债 有没有很容易 但是叫我们免得别人的债 有没有很难 我在说的都是一种读经的事实 你看你如果没有办法把它佛出来 这个读经是没有力量的 所以我帮助 我想跟各位讲说 你带着一个人信主 你一定要开始 每天都要怎样 喂他 小孩大概都是几个小时吃一次 四个小时吃一次 这些大人也每天都要吃 吃一餐属灵的餐点 你知道吗 吃一餐属灵的餐点 所以 今天的很多教会 西里的很多人 人都不见了 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没有喂他 没有祭坛 我跟各位讲一下 你没有一直跟他讲说 你家里应该有祭坛 这个祭坛就是跟神的誓约 神要祝福我们 神要临 神的灵要临到我们 那祭坛当中怎么敬拜神 怎么样的祷告神 怎么样读神的话 你开始要一个很初阶的告诉他 你知道吗 不是要他只有礼拜天来敬拜 不是礼拜天来敬拜 其实敬拜完的生活 比敬拜怎样 来得更重要 敬拜的生活 敬拜礼拜天的敬拜 有没有比 敬拜完之后的生活 每天的生活 有没有比敬拜更重要 当然更重要 敬拜才是生活的开始 所以呢 再来呢 我也跟各位讲过说 你在读经的时候 这是第二个阶段 我还是没有鼓励各位弟兄姊妹 很认真把圣经一本都读完 等一下我讲这个道理 因为你要把圣经读完 我绝对赞成 但是我不鼓励 因为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把圣经的话活出来 你再读十遍 这些十遍都会成为你的骄傲 都会成为你跟人之间的隔阂 你知道吗 所以像我在跟牧师谈话的时候 很多牧师都会 你读圣经的时候 这一部分是现在宗教的里面 宗教的制度里面 或是现在宗教的立法的里面 你们不知道 听懂我在说什么 我再说一次 读经读到最后 他们现在宗教的限制里面 会受环境的限制 或是受他们的 长老会的限制 或是受进行会的限制 好来 请问各位一下 长老会的牧师 可以到进行会去做牧师 你是没有受长老会委任的牧师 你是被聘请到虹桥长老会 跟你讲一个笑话 有一个牧师 长老会的牧师 然后跑到进行会去做牧师 进行会是敬礼的 然后长老会就开出了 因为洗礼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最近 任一到底要在长老会工作 还是在宗教船大会工作 我们都很犹豫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在长老会工作 我们那个洗礼室就没有用 只能够用看的 现在是洗礼室 会剩下什么 周牧师在为人家洗礼 我们这个弟兄 开始穿黑袍 看起来有点像拉法人 那种教父 或是伪装在洗礼 你看有没有觉得 觉得很怪 很多人都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解释不一样 解释不一样 我再问各位一下 问各位一下 耶稣受谁洗礼 谁跟他洗礼 耶翰 OK 那我问各位 如果今天师姐耶翰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是信耶稣的 那耶翰来了 师姐耶翰来 跟我们洗礼 我们教派会成为你的洗礼吗 不会的啦 这叫做独经的死亡之路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 有没有可怕 把他 生命的东西变成宗教的东西的时候 他变成一种伺服 一种捆绑 所以这次我到南海去的时候 很多牧师就问我一件事说 牧师 没有洗礼 可不可以给圣灵充满 哎呦 怎么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反问他说 啊 请问各位一下 你有读过彼得洗礼吗 被洗礼吗 耶翰被洗礼 雅各被洗礼吗 费力被洗礼吗 犹太被洗礼吗 他说 都没有 以光他们有没有被洗礼充满 他们说有啊 可是他们又讲说 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 因为我的话 你们都被洁净了 你们听懂吗 我们都很会转 很会转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如果读经 读到那个 会读到死亡之路 是因为宗教 是因为宗教 我最近也遇到 很多人 对教会的挑战说 没有洗礼 可以守圣餐吗 而且如果没有洗礼 守圣餐 就吃自己的罪 你知道吗 吃自己的罪 我告诉各位 这个解经的方法 不是这样的 吃自己的罪是什么 因为你是个基督徒 你犯罪了 结果还在吃圣餐的时候 你在吃什么 自己的罪 这是一种解释 你知道吗 但是你会发现到 吃圣餐的时候 是吃耶稣的肉 喝耶稣的血 这些没有信的人 可不可以享受 我们的祝福 他们也可以把耶稣 吃下去 有没有很大的祝福 有没有 想一想 这是个祝福的东西 怎么变成捆绑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看你怎么读经 怎么解释 这重要的点子是 你在读完经以后 你在读完经以后 有没有把神的话活出来 还有一点 你在读经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一个 重生的灵 重生的灵到底是什么 用一个新的生命 想说我一定要 一个新的生命 我一定要有耶稣的生命 我要一个天国的生命 在我的里面 不是救灶的生命 不是救灶的生命 你用救灶的生命 在读经的时候 你开始被骂人 你们不可嫉妒 你们不可嫉妒 感谢主 你们不可嫉妒 主啊 我们教会 有一个人 就充满着嫉妒的心了 你的审判就临到他 你知道 我们教会的苦力 就是充满嫉妒 主啊 你就临到他 杀死他 你看 都是为别人读 有没有 你会发现到很多人 没有一个更新的灵 他如果没有一个 更营过的心田 他所读的经 常常指责别人 一直看问题 而不是一直看自己的问题 我最近遇到很多牧师 他们牧养的教会 大概都是 已经十几年 二十几年 都二三四个人 三四十个人 有没有很辛苦 我真的很辛苦 对不对 在辛苦的当中 我会发现到 很多危险人物 进到教会 他们都一直希望 教会有这些人的存在 可以有椅子坐 可是这些人 如果坐在教会里面 很多新的人 是不会进来的 很多新的人 这些危险人物 所带来的是教会的混乱 而不是带来教会的敬拜 而且这些新的 这些危险人物 进到教会的时候 他们没有通过心灵的重整 没有弃除他们的 过去的旧思想 旧观念 旧语言 旧看见 旧造的人 旧情绪 旧病痛 这些东西会捆绑一个教会 所以其实 在一个人读经之前 应该把他的心田 要帮助他 把心田耕耘一下 一定要把心田 怎样 耕耘一下 你看一下马太福音书 有一次耶稣就 讲一个比喻说 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 有的落在路旁 灰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石头浅地上的 土气不深 花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就骨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出来 就把它挤住了 有的又落在豪土里 就结识有一百倍的 六十倍的三十倍的 你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今天你的心 不是个豪土 你的心是什么 你的心是路旁 你的心是什么 石头 你的心是荆棘 你会发现到 神的种子进去的时候 神的化是种子进去的时候 它有没有办法成长 所以你需不需要 把石头拿走 阿宾有一次说 要把石头搬走 有没有 他怎么这么厉害 要把石头拿走 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需要把路旁怎样 所有的路旁 前途都要把它 深耕下去 然后石头拿走 荆棘要砍除掉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说 我的心是怎样 是已经一倍好 要让神的话语成长的 有的时候是三十倍 有的时候是六十倍 有的时候是一百倍 对不对 你有真的一倍好了吗 你真的一倍好了吗 对不对 而且你有没有一倍好 说神的话要洁净我 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三 第十五章的地方说 耶稣对门主说 我的话已经怎样 因此我的话 你们已经洁净了 有没有 有没有常常一则神的话 在洁净自己 你是我真的一倍好 自己的心田 然后呢 再来 再来 你 再来 你有没有开始 有一个 有一个 属灵的生命在你的里面 有一个属灵的渴望在你的里面 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你有没有渴望那个神的话 其实真正在渴望神的话 是灵 是生命的 不是一直读经 是读完之后 怎么把它佛出来 所以上个礼拜 我有跟各位讲过说 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笔翻了没有 我在看那个名字叫什么 阿宝 来 你看一下 我上个礼拜说 你一定要读嘛 对不对 我也鼓励各位在读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你的 右手 这一支 不是这一支 这支是哪一支 这支是左手 左手的input 用这一支 来摸着你的圣经读 那个神的话就会 很奇妙的 就会进到你的里面 你知道吗 我讲这个话 不是没有根据的 其实 台大的校长 以前李世纯 就曾经 叫人眼睛闭着 摸字 然后摸着读 眼睛闭起来摸着读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这种input的时候 你会让神的话 一直进到你的里面 你在读的时候 这会很清晰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直进到你的里面 你读完了以后 你在读的时候 一定要不是看 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念 这个念出来 在读的时候 眼睛在看 但是一定要念出来 一定要念出来 你 你 你 神经 没念出来 没有力量 我请问各位 各位一下 佛教徒在念经的时候 是念的还是看的 这一个 要跟你说 你每次在念的时候 再念给自己的心 也再念给整个空间听 我有一次问一个和善说 你为什么要念出来 他说他没念 那个灵解不平静 他自己的心不平静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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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在念 那个灵语 有没有 有有有 我每次在画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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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有没有 我们很喜欢念灵语 其实 你没有把神的话 念出来的时候 那个力量是不会出来的 你在读的当中 对不对 你在读的当中 我上个礼拜 跟各位讲说 你在读的当中 你要怎样 请问各位一下 再来呢 还记得吗 你一定要跟神说 一定要启示我 一定要启示我 让我得到感动的力量 而且让我在这个地方 我什么地方要洁净 什么时候要遵行神的话 遵行神的旨意 照神的话去走 你知道吗 然后你在得到启示之后 你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背是一种很大 很重要的力量 我刚刚告诉各位 我一直在背圣经 你知道吗 我一个悔改 我真的有一个悔改 是神学院的时候 都要考圣经 我都没有读 我就跟老师说 以后我会读 你知道吗 只等到我离开圣经院以后 我才知道读经真的很重要 因为以前考试都是 靠送东西得到分数的 所以读神学院不一定会 一定要会 有一种学问 叫做婆阿拉西 一定要学会 你知道 叫做婆就是会 阿拉西就是学 婆就是婆哈 你知道 老师都很对我很好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我很会送东西 听懂吗 那慢慢地我才知道 那读经 我一定要得到它的亮光 这个叫亮光 对不对 有没有爱亮光 然后呢 你要得到亮光 要不要把它背下来 背下来以后 你要不要再默想一下 说永远放在我的心中 对不对 那这默想之后 你要不要把它活出来 你看哦 要不要活出来 再来 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在读经的过程当中 不知道的你一定要查 你不要把它跳过 最怕就最跳过 那个神奥秘厂长 在你读不懂的地方 你一定要 努力去把它读懂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把它读懂 然后这是一个 基本上 第二阶段的读经的方法 你看哦 你在读 你也得到启示 比如说 我在几个例子 几个例子 我在读经的时候 我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 我在医病感觉的时候 那个阶段 所有的神迹启示 我在读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阿们 你听懂吗 耶稣使拉撒路复活 我说神呀 阿们 你知道吗 你知道保罗 看到一个人 从二楼掉下来 然后保罗 就为他祷告 然后活起来 我说什么 阿们 我跟神说 神 你借着耶稣所做的工作 借保罗所做的工作 也会借着我怎样 让我在眼前看到死而复活 我相信这个是 有没有 阿们 我看到耶稣 每次叫人就从那个床部上 就那个西门的夜母 有没有 他为了他按手之后 扶着他手这样站起来 有没有 他得到医治 我也曾经跟神说阿们 反正是病人遇到我 躺在床部上的 我为他祷告之后 我就牵着他起来 就 有没有发生过 常常发生过 我们教会 以前有一个弟兄 在新楼一间住院 那我去看他 全身掉躲当 我就问他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 我就说 我在祷告完了以后 阿们的时候 那个弟兄说阿们 他就跟我说 牧师我好了 你的手伸出来 我伸出我的右手 他也伸出他的右手 我就伸他手 我就扶着他就起来 他说退宴 阿们要退宴 直到今天他爱佛着 要死了直到今天他爱佛着 我想告诉各位 你每读的圣经的时候 你要跟神的话说什么 阿们 每一句话你都要说什么 阿们 你再看 比如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 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 有没有看到我自己的软弱 我常常看到自己的软弱 我读给各位听一下 我读给各位听 看看人有没有很软弱 我们以为我们都很刚讲 可是读经的时候 你要有亮光 你每次都要有亮光 有亮光就很厉害 没有亮光 你这个读经是白读的 所以每天你都要跟神说 神我非常感恩你 每一件事情 我都欣赏我的感恩 你的慈爱永远怎样 长存 而且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 我再读一个圣经给你听 你看看 一般的人在读经 都读了以后 都觉得耶稣这样胜过了 你从来没有因着 这样去思考一下 如果 撒旦在试验我的时候 我会不会胜过 你敢听 我读给各位听 来 当耶稣被 赢到 圣灵引导到旷野 受摩给了试探 他近时四时 做业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的人 进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者 人活着不但靠食食物 乃是靠上帝 所出一切的话 这也没很简单 你觉得耶稣得胜了 像我们 我们在军事祷告 我说主 我这个礼拜要军事祷告 到了第三天就饿了 对不对 我饿的时候 我就祷告神 说神啊 如果今天库里来到我的面前 说要请我吃西饭 罪归给 库里不是罪给我 晚上睡觉都会梦见鸡腿 你听懂吗 有没有很软弱 我就觉得说 主啊 我怎么没有靠你的话而活 不是单单靠着食物而活 你要胜过那种试炼 有没有很难 有没有很难 再解个例子 像 酒在前面 牧师说只能喝一杯 那天你喝几杯 两杯 我跟你开玩笑 这叫生活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发现 真的有时候 我们要胜过一个东西 是很软弱的 要不要再次求神 给我力量 看到食物的时候 就怎样 就撤退了 有一次我到美国 就看了一个弟兄 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本来很健壮 忽然之间 全身就动不了 好像越来越笨 越来越失智 结果他检查 检查不出病来 到最后才知道一件事 他每天都吃撒西米 他的主要食物是 中餐撒西米 晚餐什么 撒西米 结果是牵中毒 因为撒西米里面 深海的鱼 都有一些毒物 结果他吃得太多 中毒了 中毒的时候 他的太太是个基督徒 就叫他不要吃 他教他 他说我要吃死 你知道吗 你看看 没有办法胜过 那个撒西米的诱惑 他太太也遵从了他 让他吃死 这是真的故事 所以 有一次我去看的时候 他太太跟我说 他死了 他在坚持要吃 我吃死了 你有没有发现到 很多基督徒知道 这个事是 神在启示你不能做的 你硬去做 有没有 你到最后会怎样 死亡 所以在这里 每天读经要不要亮光 我再举个例子 我读个真言给各位听 你每次在读经的时候 真的有亮光吗 而且能够真的 在这个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能够把它 活得很好 活出来 活得很好吗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对不对 我儿啊 要留心听我的言语 侧儿听我的话 都不要离开你的眼目 要存记在你的心中 要把神的话 存记在哪里 我的心中 好了 因为得着他的 因为得着他的 就得着的生命 又得着 于全体的良药 我儿啊 你要听我的什么 言耻 侧儿听我的话 都不要离开你的眼目 要把这些话语 存记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我的话语的 得着我的智慧的 就得着的生命 又得着的 依全体的良药 所以你要保守 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由心怎样 划出 来 但是 再来这一句 你要除掉 邪臂的口 弃绝 乖谬的嘴 神要叫你 保守你的心 就在他的话语里面 有没有 你有没有办法 除掉 邪臂的嘴 关于谬的 邪臂的口 关于谬的嘴 有没有 有没有困难 有没有很困难 对不对 所以在读经的时候 你得到亮光 得到亮光启示的时候 一定要跟神说 神啊 我 要把这句话 怎样 背下来 我一定要把 默想这句话 然后印话在我的里面 开始呢 说话都怎样 照着神的话 去说 照着神的话 去说 我想 再说一次 你看看 一个人 在读经之前 在一个人 在读经 一直读经的过程当中 他的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语言 负面的价值 一定会一直 铲除 神的话语是灵 是生命 神的话语是灵 是生命 一定会在你里面 不断地工作 神的话语 一定会洁净你 神的话语 一定会洁净你 再来 你再看一下 希伯来书 看一下希伯来书 第四章 你看一下 这开始进到 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其实有第四个阶段 我不想 没有办法 跟各位分享 那些神秘的读经话 有人说 我是神秘主义 其实没有 其实不是那样 得到的启示不一样 工作不一样 你看第四章是怎样 上帝的话 上帝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怎样 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锤 都能刺入剥开 连心中的失恋和主义 都能够变明 并且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 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 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 眼前都是怎样 视若敞开的 我再读一次 你看看 上帝的话 是不是活泼的 它不是一个固执的 它不是一个制度 它也不是一个方法 也不是一个定律 它是一个怎样 是活泼的 然后是有功效的 对你生命的剑造 是有功效的 而且比一切两刃的剑 怎样 更锋利 这更锋利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 这个发现到你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你在说话 是用魂还是用灵 所以他又说到说 连骨跟骨锤都能够剥开 让你知道这是骨头 这是骨锤 你都能够很清晰 而且能够 人心中的失恋和主义 你失恋的 思想的东西 或是你自我的看见 都能够变明 你看到 神的话 神进到你里面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是你 你是活在神的里头 还是活在你自己的里头 你要去诗变这些话 我再几个例子 你就会更清晰 所有的姊妹进到百货公司 要买东西的时候 是因着需要而买 或者因着想买而买 或者因着被诱惑而买 回答我一下 我再说一次 所有的姊妹 进到百货公司时候 是因着想要而买 因着需要而买 或者因着诱惑而买 如果你读了神的话以后 你就会很清晰的知道 这是诱惑的 这是什么 想要的 或是需要的 你如果需要 你就不会到百货公司 你听懂吗 你会找专卖店 清晰要知道什么 专卖去找那个东西 有些是想要的 对不对 想要的 来称投自己的美丽 有的是被诱惑了 或是被比较出来的 我现在上次讲是 有请的幸福店 就是请的外幸福店 会更怎样 会更美 当你读了神的话的时候 你说这个思念跟主义 就会很清晰的分别出来 你知道吗 很清晰的分别出来 昨天我遇到一个弟兄 他跟我讲了很多话 昨天我学了很多 昨天中午我学了很多东西 我就问那个弟兄 弟兄你这件衣服穿多久了 他说 有 我穿30个穿 真的穿到现在 60几岁又穿了 我穿30几年 他说 就没破了 我要做什么 他把他买过三个穿 那是表 他从40年 结婚到现在 都还没有换 那就是缺 不过他昨天 又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莫师傅 你现在开始缺 你听到 你要缺点 你要节俭一点 你如果老实 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一个月不是四万 五万可以解决的 我说那要多少 他跟我说大概要五十万到七十万 一个月 我吓得一跳 因为他跟我说 跟每个人需要不同 每个人需要不同 我告诉各位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吃一碗粥就可以饱 他粥里面还要放什么 还要放一些走料 放什么 龙虾 OK 你跟我讲真实吗 因为这是他的需要 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是他的需要 他说的爸爸现在住在台大医院 一天 一万两千块 请两个富士 在台北请在富士 一个人十二个小时 一个人十几万 两个就二十几万到三十万 那再来 再需要两个外劳 也要六七万 所以一天一万二 三十天就三十六万 然后一个月 那两个富士 又三十万的话 就六十几万 再加两个外劳 就七十万 他说还没有完 还要再一个煮饭的 因为他爸爸不喜欢吃 医院的饭 他爸爸要他 亲自那个煮饭的煮给他吃 十五回都还没有包括在内 来 他的需要是这样 我就跟他说 我什么都说 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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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 其实这个需要的东西 想要的东西 或是被诱惑的 被比较出来的东西 都不是重要 重要的是需要 而且你有能力去需要 今天的问题是基督徒 你到底是为了跟人家比属灵而读经 你是为了需要而读经 为了自己生命需要而读经 还是想说跟人家比较 或让人家知道 你是很喜欢读经而读经 这个有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要知道神的话是怎样 是活泼的 神的话被造就一个人 越来怎样 越活泼 越来越自由 神的话不是让一个人越来越怎样 越束缚 然后一板一眼的 再来呢 所以你必须一遍一样 最后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记住 每个读经的人 你要知道神的话是灵 是生命 所以你必须用灵 来敬拜他 用你的心灵 来读他 用你的 这里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必须敞开你的心灵 去读他 你如果没有用灵 去读灵 你没有办法把灵 放进你的心中 你不能够以神对异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跟神对异 这个很重要 我用灵在读经的时候 我常常会跟神对异 这个对异 我真的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真的非常 我常常会 我在讲道的时候 其实都是我的经历 是我读经的经历 我就会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你知道吗 真的你怎么样的去 用灵去读 神用他话语去回应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心中会非常的满足 而且神圣的不满足 而且有时候 非常的感动 说神啊 你怎么这么爱我 你怎么这么爱我 有一年 我在读经的时候 我就读到 那个时候真的很惨 生命真的很惨 很多教会的牧师骂我 然后批判我 攻击我 然后 我们教会在 三十年后前 要设立的时候 众会答应我 结果也没有来 他们没有来设立 我们教会成为他的教会 你知道吗 没有设立我们的教会 成为长老会就对了 可是我们还是 自称为长老会 很多人看到我的时候 都说我变了 有一次我到 那个台南公园去 行岛 一大早就行岛 那时候我也行岛的 行岛的那个习惯 结果西门教会 一个长老看到我 跟他说 你没事 你现在人家都拜拜 你来这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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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得说你会不会难过 真的 连那个过去的长老 都已经放弃你 但是你看 当我读到 当我读到诗篇的时候 当我读到诗篇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神在跟我说话 每次我在读经 用脸去读经的时候 你就会体验到 天天你与神对异 天天与神说话 神也天天以怎样 跟你说话 因为灵才会回应灵 神焉与神焉怎样 相浮影 你听懂 你听懂我在 我希望你能够听懂 我在说什么 那句话是什么呢 他说 神啊 你是我的长生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你得救了乐歌 世面烦绕我 你知道 这首歌 我过去唱的歌很美 他说 我再说一次 你是我长生处 你必得救的乐歌 世面烦绕我 你知道这首歌 这首歌 你在心灵 心灵与心灵那种 对应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神都是在保护你 都在看顾你 你会得到人家的安危 你要不要向前走 你要不要向前走 隔了一两天 又读到一个圣经说 不要哭 把他变成跳舞 然后脱去麻衣 披上我的喜乐 你要喜乐 神一直叫我喜乐 因为 他 因为我是他的孩子 我是他受喜悦的 他又跟我说 叫我的灵 不断地歌颂他 我不能够停止 对上帝的歌颂跟赞美 你看 当你用心灵去读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这里是成为你最大的 心灵的安慰 而且我再告诉各位 当你进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才知道 保罗在讲的话 属灵的人才了解属灵的事 我都给各位听 你如果没有进到属灵 与神 属灵里面跟神 做属灵的对话 你如果在理性上读经 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到 神的话语 神圣的奥秘 所以在 你先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 这个是一种奥秘 这个奥秘需要你自己操练 我也想说 找一个时间 你如果真的想操练的人 我想有一个时间 想操练各位 因为没有办法 在这种敬拜的时间 很清楚地操练我们 这种需要有属灵的操练 必须实际地操练你 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说的 只有上帝借着圣灵 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圣灵参透了 上帝的奥秘 除了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上帝的人 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 除了上帝的灵 除了神的灵 除了神的灵在我的里面 我都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来哦 叫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 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论事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 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原意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原意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在这个地方 你都没有用你的脸跟神的脸对话 这种与神的对话 然后没有用神的脸跟神的话对应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属灵的事 你也没有办法去了解属灵的奥秘 所以在生命记 生命记 29章的地方 讲得非常好 我一直感觉到 神所说的很多的话 都是一种恩典 都是一种祝福 他说 隐秘的事属于耶和法 唯有明显的事 是永远属于我们 还有我们的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历法上 一切所说的话 一般的人不了解属灵奥秘的人 他只能够遵守律法 遵守神的话 真实的要了解属灵奥秘的人 你必须要进到灵的里面 因为神是灵 你必须要进到灵的里面 这有没有一个困难 很大的困难 读经的奥秘就在这里 就是你必须要进到属灵的里面 你必须要进到属灵的里面 而且这个灵 是一个真的是重生的灵 这个灵 这个灵 就是你要跟圣灵沟通的一个灵 我期待着这种 属灵的读经方法 会在你的里面 不然的话 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到属灵奥秘 你不了解神在这个世代 所要做的工作 来 关键公子 请你听 这些事都有一些事实 蒋经国是个基督徒 而且我发现到 他在台湾所做的工作 很多人现在 包括党外的人士 很多人对他真的是非常的 我对他非常的敬佩 因为他台湾的建设 是从他跟孙映贤 李国鼎这些年开始的 你知道对台湾的贡献真的很大 但有一次要到美国 然后不晓得怎么搞的 去看广亲和善 去拜访他 你看到 去拜访他 结果 那个老和善跟他讲说 你这次去美国 有惊无险 你平安 结果他去美国 有没有人拿枪开他 有 和善有没有厉害 为什么那么多人 会去找他们 然后没有人找我们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就是没有那种 用属灵的心境 去读属灵的话 那属灵的能力 属灵的奥秘 不会在我们的心中 昨天早上有参加 我为一个弟兄祷告的行举手 从北部来的 你感觉到怎样 喜乐 喜乐 你什么感觉 很温点 卫昌 你看到什么事 连他读的大学 连他的喜好 我都一千二十 总是我会跟你说 我会跟你说 我多厉害 你知道吗 连他读台北科大 我都知道 连他喜欢钓鱼 我都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告诉我说 那个人很捆绑 我就必须为他祷告 神要我 为他做什么祷告 为他们的清晰 可是弟兄姊妹 属灵的奥秘没有 没人说多厉害 我会说 你长叫我没怕 这又有什么 我只是说 这又有什么 这又没厉害 这不是厉害 是怎样的帮助一个 属灵的奥秘 就帮助一个人的生命建造起来 然后让他成长 你知道吗 听众子妹 真的 你读经的人 如果没有进到灵的里面去读 神的话也如果没有在你里面 而且你要知道 每一句的话 都在说 一种安慰 造就 欠免的话 每一句话都是恩典的话 每一句话都是 让人得到 平安喜乐的话 每一句话都让人得到祝福的话 而不是每一句话都是捆绑的话 我昨天也可以跟他讲 我知道你讨厌的笔了 你很爱找他 对吧 最后就叫我告诉你 你要信仰说 没有你会来关 有没有恐惧 你懂吗 我发现到今天的很多基督徒 因为没有用圣灵在他的里面 他们用灵去读经 所以他不了解属灵的奥秘 他读经 很多人读经 读到最后呢 他只是在这个理性上 在知识上 在情感上 在意识上了解 他没有办法进到灵的里头 所以很多人都想说 主啊 让我听到你的话 其实你每天都 就是在说什么 神的话 我再几个例子 这个很有趣 当你在每次在读经的时候 跟神有一个话语的对话 神的话就在你里面 神常常会跟你说话 有没有很多的奥秘 有一次 一个叫林征秀婚姊妹 你们记得这个姊妹吗 这个姊妹很厉害啊 有一次无缘无故就跑到 那个我们的旧教会来 我在二楼 他跑来了 他把 林牧师我回来了 那时候我年轻 我年轻 诶 生杰啊 你后面有一剑在刺你 他说 你知道 我说 那个人我也知道是什么名字 我说我名字 听他说 你知道 他说你女人才小名而已 那时候年轻 我会讲这种话 老的时候 我就不会讲这种话 我就会跟 如果是现在 林姐你来得非常好 我们来批识祷告 批识来释放 我也跟他讲说 我也有很多苦难 也有很多苦难 对不对 也许你会遇到 海牧师对你的欺负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我们要把这个剑拔起来 有没有得到安慰 用恩赐他会不会惧怕 我告诉各位 神本来就会跟你用灵 去读经的时候 神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他是活泼的像一把剑 然后能够分辨什么 试验跟主意 然后也能够知道什么 这是骨跟骨锤 你知道吗 都能够切开 而且他们会告诉你 他每件事都告诉你 我最后讲一个事 有一个姊妹 我真的也佩服她 她一天跪下来 都读经读八个小时 而且就是专心在寻求神的话 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读书 她没有什么读书 她就是圣服神的话 那有一天 有一个牧师找我说 我们给他看一下好不好 我说好 来看这个姊妹 她自己建造一个教会 在板桥 现在大概有一千多人 她在台南有一个教会 我就看她的时候 我走进去 她说 任牧师 方圆你来 她一看到我就跟我说 叫任牧师 她说 知道吗 亚洲就告诉我 你牧师今天要来学完 旁边这些牧师 他也知道 说今天有两个牧师要来看 他很欢喜 他就跟我说 这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就告诉我 你牧师有 你落在那里 拍你拍你 你听到吗 听到你也很欢喜 他就告诉我 你一天堂了 没什么厚 他倒这一天堂了 他就拍下去了 他就会认真 一天堂了 亚洲跟我说 你每天堂都没什么厚 还有没有 他的泄源 真的泄源在里面 因为那些灵的泄源没在里面 你有在堂 都堂在这里 你也没有一些 对我的机力 对不对 你要离开 你牧师的尾段不好 你要注意 他没有加工 没有事情 回来 我落两周 缩子也没有能力 什么 能力就在这里 他真的跪下来 用灵一直堵径 然后一句话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从一个发天酒地的姊妹 变成一个属灵的姊妹 从一个玛利亚 变成另外一个玛利亚 你看有没有很恐怖 真的 然后你见到他的时候 你不得不怎样 不得不降伏 你知道吗 他的恩事我不得不降伏 可是他做法 我就不太喜欢 他曾经来过天桥 为我们祷告 很多人来让他祷告 他过去的时候 就跟他讲说 你是我的门徒跟我走 你是我的门徒跟我走 教会回忆 他照亮照明教会 每个人都有一个破口 你知道吗 我常常看到破口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 神啊 帮助我 不要 那那个破口 会在我的里面 Amen 你看看 不知道 再最后讲一点 就是说 你读经的人 在最后一点 要献上自己 祭坛上献上自己 把自己完全摆上 自己完全摆上 心一定要敞开 完全要顺服 圣灵的带领 这是读经 再来 读经的时候 要专注 不要浮湿乱想 再来 绝对不要主观固执宗教 希望你把它写下来 你绝对不要主观固执宗教 也不要马虎 不要马虎 我再说一次 你也把你的心灵敞开 然后不要浮湿乱想 有人在读经 那是读经怎么会 去想到阿圣 你知道吗 被他抓走 没有办法专注 不要扶持乱想 而且一定要顺服 神的话 当你顺服他的时候 神的话 当你跟他说Amen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顺服 顺服那个神的带 你就会发现那个灵 会在你里面 生命会越来越长阔高盛 生命越来越长阔高盛 还有一样 你绝对不要主观固执 还有宗教 不要用宗教的灵去读经 这一点我提醒各位 宗教的灵读经的时候 会限制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因为信仰不是宗教 就像我早上讲的 保罗说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子里复活 我为什么为死人洗礼 来啊 那我们可以为死人洗礼吗 可以的 让他的肉体可以得救 他灵魂还是要被审判 因为我们死后 复活是灵魂体的复活 你知道吗 但是这种机会很少 机会很少 对不对 可是这种挑战 话语的挑战 你如果用宗教去想的时候 都不可以 如果用爱的方法去想的时候 爱神的话去想什么都怎样 这是可以的 你知道吗 OK 我希望帮助 从两个礼拜来 你有时候得着 有时候得着 那么要操练这个神的话 在你的里面 需要有一个好的时间 我必须找时间 再开一个课程 来帮助各位 那不是礼拜天的晚上 但是下个礼拜 我要教各位 出岛 中岛 还有玩岛 不是出岛 中岛 初阶的祷告 中阶的祷告 还有高阶的祷告 还有一个最高级的祷告 我今天教到这里 没有教各位那种 最高级的读经的方式 因为那是一种 秘境 秘境怎么说 就是有点神秘的感觉 那是一个个人跟神的关系 个人跟神的关系 那种秘境 真的有一些困难 很困难说 你知道吗 我也希望各位能够 在属灵的上面 开始读经就够了 你知道吗 慢慢就带你到秘境 这样子 Amen 你听了以后 晚上有得到帮助的 请举手 叫我看看 OK 真的要开始努力去读 我最后讲一个见证 讲见证 我整本都有读完 这是每个牧师 都应该要有的 但是 每次我在读经的时候 比如说读以赛亚 我在读这个圣经之前 我必须要去知道 以赛亚到底在说什么 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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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 你才知道 我才说什么 而且有几个以赛亚 因为 他们是一个学派 那个学派 到底有几个 有几个以赛亚 你才听我才说什么 所以我在 我想跟各位讲一下健身 在过去读经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翻开 就读一直读 这是一个 不是很好的 你应该知道 创世纪在讲什么 你应该知道 出埃及记的中心点在讲什么 你知道马太福音在讲 中心点在讲什么 你看 是福音 对不对 马太 然后马可 路加 约翰 约翰在讲什么 你知道吗 你至少要知道他以后 开始读的时候 那个味道才会出来 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读不出那个味道 再写个例子 哥林多前书 后书 是谁写的 为什么写这个书 你要注意一下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的话 到Google 现在非常方便 你到Google 一看就知道 他在讲什么东西 你就 很清晰的 就可以开始 继续地读下去 不然的话 你读到所有 你在读什么 根本搞不清楚 知道没有 所以我过去有 不是每个人 生下来就会读经 需要有人教你 提醒各位 一个人信主 你要喜乐 更重要是 怎么帮助他 每天都会敬拜 每天都会吃灵粮 吃神的话语 有没有很重要 让他更经历神 更认识神 Amen 讲到自己都有点喘 我们一起来祷告 在祷告之前 我再问各位一下 你们如果在受难 在这个月之后 有空要学习怎样 做一个属灵读经方法的人 就是 我教你怎么读经 做属灵方法读经的人 这种的人 请你吸收一下 好 谢谢 你们愿意赴贿来学习的人 请你吸收一下 哎哟 好 那我这次说贿 会说得很高 我讲高是各位 刚才讲这句话 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 叫做宗教 练财 生命如果是需要互惠 那不是生命 永远记得这一点 永远记得这一点 对 我们一起祷告 天后当我们真的会读经 而且分成不同的阶段 读不同的经 因为我们这些宗子们 开始学习 带人信主的时候 叫要带 每个人都会敬拜 会赞美 会读经 会祷告 因为每个人都从第一阶段 可以到第二阶段 然后到第三阶段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在未来日子 让我们有非常好 非常好的操练 当然祝福我们 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很荣耀 很丰富 很复兴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这时候的基督徒们 都是属服神的 都很爱神的 感谢赞美主 现在我们要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 也求你悦纳 这样祷告 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一起来奉献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节 做出圣结归中的器皿 你丰富恩惠 比重足教管我 使我挖起力 充满莫大能力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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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你耶稣 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 活出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 向着标杆直袍 跟随 我挖起来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心全忍 全心全忍 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 一生意 活出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 向着标杆直袍 一生意 一生意 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 向着标杆直袍 天父我们把金钱 奉献在你面前 求你耶稣 也让这些金钱 成为神国度的用途 也求你上间下流的 牵扶于我们的家 让我们家丰盛有余 向祷告奉告耶稣 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在赞美祝福之后 我想做一个表演给各位 但不能录影 因为这有点 很世上的人 不认识这个道理 这奥秘的 我要把读经的奥秘 很深地跟你说 读经会让一个人 从负面变什么 正面 从负能量变什么 圣能量 OK 然后从贫穷变什么 富足 富有 那我们站起来 上最后一首诗诗歌 主啊我神 我背后却无关看 你手所造一切起飘搭过 看前心术 又听到融融泪声 你既大能 也弹掉一座主 我宁可唱赞美救助我神 你身为他 你身为他 何能为他 我宁可唱赞美救助我神 你身为他 何能为他 拿我 让我想到 好